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中國足球原來怪他 最新一條消息揭秘 綜合報導 辦席會達成的唯一共識 哈馬斯如何利用難民搞恐怖襲擊 城鎮戰來了 千敵機槍與8萬套單兵裝備 美最新軍援抵臺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20號星期一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國足球原來怪他 最新一條消息揭秘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18日 中共黨魁習近平返回北京 中共宣傳機器隨即開足馬力 進行大力吹捧 19日的中共參考消息在其頭版以通籃標題吹捧中共黨魁習近平為亞太合作指明新方向 目前這一截圖在網絡引發熱議 一位網友嘲諷 其實指的都是反方向 還有人說 這是給大陸國內被思想囚禁的精神奴隸的特色投位而已 因為這種特色精神投位了70年了 如果不定期投位了 這些精神奴隸就會醒來反抗他們 一位網友說 不奇怪 習近平到哪裡 就給哪裡指明新方向 在中共歷史上 類似的荒唐劇不斷上演 在文革期間 1971年8月10日的中共人民日報上 曾經赫然刊載文章標題令人印象深刻 靠毛澤東思想治好精神病 而在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時期更是令人瞠目結舌 據真實的江澤民一書記載 當全國掀起學三個代表高潮時 在某農村牆壁上赫然出現大標語 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 還有一個真實的笑話 監獄當局組織犯人做工牟利 有些犯人被指定專門裝釘製作黃色書刊 到社會上出售 為公安系統賺錢 那段時間三個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統成了口頭禪 什麼都要跟三個代表掛鉤 犯人製作這類書刊超產 也說自己是在三個代表的指導下才有那麼大的幹勁 2017年6月16日 中共新華社新視頻寫作組發表評論文章 習近平為國族發展指名踢法 文章說 中國男族在世裕賽亞洲區12強賽上 以2比2漢平敘利亞隊 習近平的一番講話 闡明了中國足球應該堅持的踢法 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啟示與希望 今年9月 中國國家隊以0比1遭敘利亞擊敗 看來這事要怪現在中共黨魁 本來還是2比2踢平 經過他指名踢法 直接以0比1遭敘利亞擊敗 拜席會達成的唯一共識 習近平和拜登席拜會在美國究金山結束 香港資深媒體人顏純鉤在臉書發文說 美國的全方位制裁 習近平完全沒轍 人家還有大量子彈沒用出來 自家卻早已淡盡良絕 美國庫存還有無數招數 再不求饒 絕無生機 習近平最低要求 已不是與美國如何鬥下去 而是如何請美國高抬貴手 讓他喊一口氣 回頭專心打理國內凶險的形勢 防範民變要緊 治理世界不提也罷 美中兩軍恢復對話 也是雙方的最低期望值 美國不想開闢第三個戰場 中共又想與美國修好 恢復兩軍對話符合彼此的利益 恢復對話而已 並不是恢復友好關係 對話的意思是 萬一軍機軍艦在海空遭遇 至少可及時通報 保持距離 避免擦槍走火 如此而已 關於台海危機 拜登都是老調重談 希望中共不介入台灣大選 習近平卻拋出數年內不公台的承諾 至於習近平的承諾 從來都不是承諾 拜協會之前 中共黨媒全面停火 擺出一副與人為善的臉色 中共又大買美國糧食 準備下播音大訂單 如此示好 與當初叫囂鬥爭 狹路相逢 勇者勝 根本是兩副面孔 這也證明當初凶狠是正確的 進入服軟也是正確的 中共想求和 美國想剎車 雙方一拍即合 於是促成了拜協會 拜協會的共識 便是美中關係不要再壞下去了 這一點符合美中兩國的利益 也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期望 哈馬斯如何利用難民搞恐怖襲擊? 聯合國有一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程處 這個單位成立於1949年 是專門處理巴勒斯坦難民事務的 公眾號老虞隨便說發文 哈馬斯是加沙地區事實上的政府組織 他們在加沙有警察 他們在加沙收稅 他們還代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接受聯合國和各種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援助 而這些人只要拿起武器 轉身就可以發動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 他們把大量的正常的巴勒斯坦居民說成是難民 靠這個來獲得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每年十幾億美元的捐款 而哈馬斯是加沙接受捐助的機構 因此這些捐款又大量進入了哈馬斯的賬戶 所以哈馬斯如此有錢 不僅是因為有伊朗和卡塔爾等國家的直接援助 西方和聯合國的錢他們也沒少拿 與此同時 哈馬斯也控制了巴勒斯坦內民署在難民中開辦的學校 這裡成為向巴勒斯坦兒童灌輸仇恨以色列和反猶太主義的基地 長期以來 按照聯合國的規定 巴勒斯坦內民署的工作人員 承包商和接受他們捐助的難民不能受美國反恐審查 因此 國際援助資金可以毫無障礙地進入哈馬斯的賬戶 聯合國的難民營就是哈馬斯的活動基地 這在加沙是人人都知道的 而且巴勒斯坦內民署在加沙辦的學校 還被哈馬斯作為製造和發射火箭彈的基地 城鎮戰來了 千艇機槍與8萬套單兵裝備 美最新軍援抵臺 根據聯合新聞網報導 美國近期依據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陸續對臺灣地區提供無償軍援 最新一波軍援包括8萬套美軍現役單兵個人裝備和一千艇M240B型機槍 據報導 自今年8月起 陸續由美軍包機深夜抵臺 運送刺針攜帶式防空飛彈等軍備 最新抵達的一波軍援包括8萬套 能運用在城鎮戰的美軍現役單兵個人裝備 一千艇M240B型機槍 臺灣國防部19日對此回應 相關消息基於臺美默契 不予評論 美國去年12月15日通過並簽署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 授權美國自2023年至2027年的5年間 對臺軍事援助和軍事貸款的總額擴大到100億美元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16日與印尼出席東協防長擴大會議時表示 美國將會加快向臺灣交付武器的速度 並依據臺灣關係法採取標措施 幫助臺灣取得自衛的能力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